中国经济这艘大船 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先例后破 巩固和增强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实现经济 行稳之援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 开启今年第一次国内考察 在天津考察时 总书记强调 希望当地聚焦经济建设 这一中心工作 和高质量发展 这一首要任务 在发展新制生产力上 永争先 善作为 自去年9月 首次提出新制生产力以来 总书记在多个场合 谈及发展新制生产力的 现实性和紧迫性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再次强调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 因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力 发展新制生产力 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要防止移混而上 泡沫化 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 加强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 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 升级 发展战略性 新性产业 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 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湖南 他指出 要做大做强 先进制造业 在重庆 他要求积极推进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山东 他强调 全面释放实体经济 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 在青海 他指出 要优化营商环境 主动对接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 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在甘肃 他指出 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做强做优 特色优势产业 在福建 他强调 要在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上 奋勇争先 在安徽 他要求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在湖北 他指出 要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 齐头并进 2024年 国内首个地面空间站 通过研收 C919大型客机 相继交付 深中通道建成通车 嫦娥6号实现 月备采样返回 成功搭建 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 6G试验网 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新材料 高端装备等产业 发展壮大 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4年7月18日下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正式通过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史 现代化的决定 销博会 服贸会 数贸会 广交会 进博会 练博会等 一个个国家级 高水平盛会 激励举行 从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到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 从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6次会晤 到APEC G20 双峰会 习近平主席的 每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都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要顺应开放发展的 时代潮流 我们要倡导 普惠包容的 经济全球化 推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 便利化 解决好发展失衡等问题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 2024年12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 全面客观研判 当前经济发展形势 对明年经济工作 做出一系列部署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 以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蓝图 已经汇旧 中国号巨轮 正无惧风雨 稳健前行 使用更加光明的未来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现在 看起来 剧 carre 收忻 店 屏理 人 内币 代砘